而NCC这次总共释出了270MHz的频谱资源 底价是359亿元 预估国内将会有5到7家的业者得标 4G指导申请即将在7月1号截止收件 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0家的团队领取申请书 除了中华电 台湾大 远传等现有的电信业者之外 新进的业者包括红海新鲜等 也出现在这次领表行列中抢供4G的支援 其中就与中华电 鸿海各领两张申请书最受到瞩目 依照规定 单一的公司除了担任其中一张执照的大股东 也可以参与投资另外一家公司 而鸿海一次领两张也凸显这次积极扩大布局4G版图的企图心 不管景气不景气 我们对未来投资 对未来投资的承诺 我们从未退让 另外市场传出 国泰金董事长蔡宏图已经由投资部门评估进场的可行性 并且洽微宝等多家电信公司 交换合作争取4G执照的意愿 对此国泰金的发言人表示 因为金管会要求金控业不可跨足非金融的领域 国泰金会遵守相关的规范 4G的执照标授受到市场瞩目 NCC表示预计7月1号截止收件后 开始进行初审的作业 同时针对业者提出的事业构想书进行审议 市场人士指出得标与否 关键仍在拍标金额 而NCC这一次共释出270MHz频谱的资源 底价359亿元 预估将会有5到7家的业者得标 对过去3G频谱释出时标出了天价 未来释出4G频谱时是否再创天价 对此交通部长叶匡时表示 已经有10家的业者对4G有兴趣 4G应该会标出还不错的价钱 东产新闻综合报道